把这个螺丝松掉 一颗螺丝 松掉以后把物料往里面 小 物料小的话就往里拉 有一点点空中就可以了 拿出来挖掉屋 放过去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到这边 然后到这边 然后住的时候不小心动 千万不要启动 因为你不在哪里面调好它 这里截过来以后 它会反正你倒弯 直接截住的这个板子截 就是三角板 这样子 当纸盒来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折 折在这里 它会把这个折弯 如果导向太上了 纸盒的话就没有 压住它 能截到就可以了 这个太高了 这个太高了 没有折到 我们需要把这个放低 加压住 调整完毕以后 我要慢慢点动它 点动 要确保它每一个盒子都折弯 折弯以后 它过来 过来了 这个风筋以后 它是这样的状态的 这样的状态 只要我们这个 往前一推 就能把那个垫子打进去了 我把那个垫子打进去 就能将成功 这个 相接成功 很像 在这里 切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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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